被指控的是煙台傑稅集團的副總裁兼首席法務官鮑玉明 他亦是中興通訊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他化名叫蘭兒的養女說 自從2015年開始多次被養父性侵 受害者說當年是親三媽媽將他交給鮑玉明修養 因為他擁有中美兩國的律師資格 又自稱有高學歷、家境優越 拿到他媽媽的信任 但成為養女之後就開始逼他看兒童色情片 讓他去學 然後那種天都看得很噁心 但他會逼著我去看 然後他說如果我認為這個不正常 或者我不喜歡就是我有毛病 蘭兒又提供多段鮑玉明的微信語音口訊 說是被性侵之後 困住了在山東煙台的御所裏面 禁止他在網上說件事出來和威脅他 蘭兒說對他的侵犯持續了三年多 他試過自殺 被人救回之後在去年四月報警 雖然他去了醫院做外傷鑑定 又提供了帶有血液、精液的毛巾 以及被迫拍的裸照和片等多見證據 但警方最終以犯罪事實不清為理由 不予立案 蘭兒之後由親三媽媽直到南京居住 並在當地的醫院驗出他患有重度抑鬱、陰道受損 燕台公安在檢察院監督之下 在去年十月第二次立案 但調查都是不了了之 案發所在地的燕台公安 反而推給南京公安進行跨省調查 直到事件最近復光 燕台公安才改口說 調查仍然進行著 對於有沒有性侵女同 爆玉明被記者追問的時候就這麼說 不過自從事件曝光之後 結帥集團和中興通訊都宣布 爆玉明已經辭職